江苏常州是我的家乡 这是一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所谓人节就是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人 曲秋白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就说说他 曲秋白1899年的1月29日 生在常州府城东南角的清果巷 这条巷子不长 现在也很有名 这个不长的巷子里 结出的却是成熟的果子 不是所谓的清果 是群心晦翠的地方 这是常州唯一的一块 名门望族的聚集地 常州素有刘半城装衣角 清果向唐家半条街之说 唐家就是毗林唐氏 早在宋朝汉林院检讨 叫唐华府就定居在常州 当代最有名的唐家后人似乎就是香港的唐英年了 这里还住过清代的大画家唐一芬 他好事两生 他虽然为朝廷的侍旨 但是以诗书画三绝 闻名于世 和同代的大画家戴希 并称为汤代 圣宣怀的名字 大家也绝不陌生 他的一处故宅 也在清果巷 另外还有爱国时一家刘国军 语言大师赵元润 都住在这 常常说常州是人节地灵 清果巷更是皇冠之珠 曲家就住在这条巷子里 曲秋白自幼受到清果巷的人文熏陶 使得他的色系里更多的是文人气质 当然可以把这样的文人气质 看作是对他的褒奖 但是如果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不仅仅是副诗填词写文章 而是要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领袖 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 那么文人气质 也许带给他的就是负资产 很可惜 这被历史证实了 曲秋白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6年 但是历史留下的他的印记 却是色彩斑斓的 1925年1月起 曲秋白先后在 中共的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1927年的7月12号 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 陈独秀被停职 8月7日新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 主持召开会议就是 八七会议 正式讲陈独秀 他没有参加这次会 就把他免职了 并且指定曲秋白 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并且主持中央工作 成为记忆陈独秀之后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这时候他才28岁 年轻的党 年轻的领袖 恶劣的环境 加上苏联共产党的太上王室的干预 要想不犯错误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曲秋白在这个岗位上 也是错误叠出 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兴趣 远远不如他对文学和新闻理想的追求 他糟糕的身体 也使得他不愿意回到中国 从1928年5月开始 几乎有两年的时间 他留在穆斯科 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主持了中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两年里 在国内实际主持工作的是 李立三和向中发 说起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简直是一团乱马 两年后 曲秋白回到中国 以他的政治斗争造诣 不要说对付统治者 在党内对付那些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和权力斗争 他也就是个小儿科水平 于是回国仅仅几个月 他就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 很难准确知道曲秋白那个时候的心境 但是我揣摩这位乡亲的心里 他一定是如释重负的感觉 曲秋白实际上是勉为其难的 挑着中国共产党这副担子 按照他临行前写下的说法是这样的 一匹雷弱的马 拖着几千斤的资重车 走上了险峻的山坡 一步步向上爬 要往后退是不可能的 要再往前去 也实在是不能胜任了 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欲罢不能的疲劳 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 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 以至于脑筋麻木 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1931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的四中全会 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 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 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36岁 但是我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背 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 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 懒得去私说 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也是漠不相关的了 本来我从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 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 肺结核的发展曾经是在1926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 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 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 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虽然现在肺牢的最危险期逃过了 而身体根本弄坏了 虚弱的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1920年一直到1931年初 整整十年 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冒的几天之外 我的脑筋从来没有得到休息的时间 在负责的时期 紧张的紧张的工作 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 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 为了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 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 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 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 也不能算什么了不得 而我竟然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 我是多么脆弱 多么的不禁磨练呀 埃木大于心死 从这段文字看 曲秋白的心已经死了 难怪尽管他是英勇牺牲在国民党的腔下 后来掌权后的共产党 还是依据他多余的话 给他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其实曾几何时 曲秋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甚至身上满是光环 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 少有的见过列宁的人 那时候见列宁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作为记者住在莫斯科 他不止一次见到了列宁 他曾经这样向中国读者介绍列宁 说列宁的德法语非常流利 谈话时沉着果断 演说时绝对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 每逢列宁演说 台前拥挤不堪 椅上桌上都站着人 电器照相灯 开始列宁伟大的身影 投射在共产国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题词上 1921年的11月7号 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 曲秋白的工厂参加纪念集会 他记录说 无意之中忽然见到列宁登台演讲 全会场都拥挤促动 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恶不胜 济然一想 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也许就是这样的感触 使得他对共产主义有了向往 1922年的2月 在省长中 就是江苏省长州中学 非常著名的学校 省长中的同窗张太雷介绍下 曲秋白在苏俄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实张太雷 韵戴英 曲秋白 三位并称为建党三杰 而这三个人都是长州老乡 虽然曲秋白入党不算太早 但是他确实和中共建党的两个大咖 南辰北里 就是李大钊 陈独秀 都有密切的接触 而且得到他们的欣赏 1922年底 陈独秀到莫斯科 曲秋白就是他的翻译 而此前一年 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 曲秋白既是翻译 也是教员 实际上 中国革命史上 赫赫有名的刘少奇 任碧石 柯庆诗 罗易农等 都可以称作是他的学生 给陈独秀当翻译 促成了当时这位共产党建党的绝对大佬 邀请曲秋白回国工作 这也就是他一下子在党内很有 有很高地位的原因 很多事情想得好 不见得做得好 曲秋白满腔热情的回国投身革命 以为是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但是却成为失败的尝试 在我看来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合适的位置 但是历史却常常不这么安排 曲秋白就是被历史安放错了地方的人 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员 大作家丁玲后来回忆说 可是最好的教员确实曲秋白 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到我们这里 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 他谈话的面很宽 他讲希腊 罗马 讲文艺复兴 也讲唐宋元明 他不但讲死人 而且也讲活人 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 对学生讲书 而是把我们当作是同游者 一同游历 上下古今 南北东西 我常常怀疑 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 他那里讲哲学 哲学是什么呢 是很深奥的吧 他一定精通哲学 但是他不同我们讲哲学 只讲文学 讲社会生活 讲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 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 能够很快的懂得 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 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 在诗句中讲文法 讲变革 讲俄文用语的特点 讲普希金的用词的美丽 为了读一首诗 我们常常要读200多个生字 文法 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 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以后 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根据当事者的回忆 当时俄文课的教学很困难 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学生初学俄文比较吃力 再一方面是教师的中文水平太低 俄国教师中除了个别人以外 都是不懂中文的 曹敬华是一个文学界非常有名的长者 他当时也在学生的行列里 我在1980年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 曾经到曹敬华先生这里 他在墓虚第24号街的寓所 我去采访过他 哎呀 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说让他讲讲当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事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哎呀 那是唐朝的事了 意思是很久远的事情 他回忆说 秋白教给我们的俄语 应该是从哪里学起 要注意什么问题 真是毁人不倦 秋白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 知识很是渊博 酷爱读书 也喜欢聊天 可是 去秋白的教师生涯很短 曲秋白还应该是一个好的记者 1920年8月 曲秋白在北京 被北京的陈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 聘为特约通讯员 到莫斯科采访 写下了大量的文章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 和媒体的缘分最深 他曾经编辑 主编 领导过新社会 人道 向导 新青年 前锋 热血日报 布尔什维克 红旗日报 石化 红色中华等 十几种革命报刊 并领导过中国新文学研究会 和中国左翼记者联盟 他是第一个实地考察 正确报道十月革命的 中国新闻记者 为了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 曲秋白还写下了著名的 《恶乡继承》 《赤都新史》等作品 虽然他仅仅活了36岁 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著作 一文有近600篇 约300万字 早在28岁时 就自编了《曲秋白论文集》 但是记者生涯对他来说 也很短暂 甚至他应该是一个好的翻译 他给陈独秀翻译 在给在莫斯科上学的 中国学生当翻译 他还翻译了斯大林的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 列宁主义概述部分 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 学习的教科书 他的翻译生涯 其实也是过早的就结束了 他不由自主地 走到了党的领袖的位置上 尤其还是一个 革命党的领袖 在这个位置上 需要坚定的革命信仰 需要铁的手腕 需要政治家的不择手段 需要谋略家的纵横百合 可惜 这些都不是 这位书生气质 占了主导地位的 江南才子的长相 红军主义长征时 曲九白因为患肺病 留在了江西瑞金 坚持游击战争 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 他的肺病日益严重 中央决定派他转到送去香港 然后到上海去就医 当2月24号走到福建省 长厅县的一个水口镇的小镜村时 他就被当地的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 突围不成被捕 当时曲九白化名为林奇祥 职业是医生 任凭敌人的言行逼供 他不说他是真实姓名 所以敌人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4月初被国民党巴师俘获的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水晨的老婆 叫徐氏 供出了曲九白已在长厅县被捕的情报 国民党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 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曲九白 又让被俘的曾经当过收发员的叛徒 郑大鹏在暗处指认 证实了林奇祥就是曲九白 1935年的5月9日 曲九白被押解到了长厅 在被押期间曲九白写下了多余的话 表达了他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 1935年的6月18号早晨 曲九白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这天上午8点钟 国军的一个连长廖强光来到秋市 准备将曲九白押赴刑场 曲九白头也没抬 照旧福万辉豪写绝笔诗 他一边辉豪写下最后的若凯 一边镇静的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 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从中山公园到城外的罗汉岭大约两华里多 曲九白反复走了40分钟 挑选着他大休息的地方 最后来到一片草坪之间 他站住 环顾了四周 盘腿坐下 对行刑者点点头说 此地甚好 枪声响了 曲九白缓缓倒下 他年仅36岁 可是按照我的朋友李杰的考证 因为他去中央处区和福建长厅都去考察过 他认为曲九白旧以前似乎并没有说这个话 这个话是后人编上去的 1935年的10月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达了陕北的吴启正 他从窑洞土墙上胡着的一张旧报纸上 看到了曲九白牺牲的消息 毛泽东心情非常沉重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冯雪峰 感慨地说 你失去了一个朋友 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 对于曲九白来说 这声枪响 也许对他是一种解脱 他在多余的话中表达了这样的心境 他说 但是 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 直到现在 外间好些人 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 我不怕别人责备 归罪 我倒怕别人钦佩 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 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所以 我愿意趁着余生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 由于历史的误会 我15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 正因为勉强 所以也永远做不好 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在当时 已是行格示尽 没有余霞和可能 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 而且 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现在 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被拉出了队伍 只剩我自己了 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 所以说内心的话 彻底 袒露 内心的真相 布尔什维克 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 不能够不发作了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 我会就事论事 抛开我自己的感觉 专就我知道的那一点理论 去推断一个问题 决定一种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觉得 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 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 都觉得很麻烦 总是积极于结束 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我每每幻想着 我随便到一个小市镇 当一个教员 并不是为了发展什么教育 只不过是求得一口饱饭罢了 在鱼的时候 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 文艺小说诗词歌曲等等 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在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看来 瞿秋白的这些袒露心声的话 当然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真实 我每每回到家乡 总会记起这位乡贤 不禁感慨万千 虽然在共产党领袖的位置上 他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作为一个人 一个正直的 真诚的博学的人 他永远活着 不禁感慨万千 不禁感慨万千 不禁感慨万千